最近公司业绩不太理想 有部分股东 把自己的股权 转让给外面的公司 但这些新股东 今天没有到场参会 怎么 董事会也不来了吗 公司现在都成这个样子 恐怕大家都已经心灰意冷了 懒得懒 我倒也想卖了股份走人 可惜烫手的山芸没人接 根据董事会的章程 不参加会议及自动计权 属于董事个人的责任 所以缺席 就只能是他们自己的遗憾 时间不多了 开会 本季度公司的成本为五点七亿元 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三点七 但总营收只有三点几亿元 你们俩来这儿干嘛 当然是来参加董事会了 开什么玩笑 花家董事会 有你们的份儿吗 在过去的一个月 美太科技 中天实业 天恒贸易等七家公司 陆续从股东门手上 收购了花家的股票 是吗 我和莫总 就是这七家公司的实际控制者 我手上的股票加起来 已经超过了你持有的份儿 你说 我有没有资格参加董事会的 既然如此 博总当然有资格参加会议 虽然你现在是大股东 也得守规矩 别忘了 我才是董事长 那是你的规矩 可不是我的 我提议 今天董事会的第一件事情 就是改组董事会 重新选举董事长 你们听说了吗 博总回来了 真的吗 莫总也回来了 是吗 博总 莫总 双剑合璧 绝对可以把卫廉杀得 极无完肤 那既然这样 根据现场投票 博还以九比一的票数 当选董事长 这个位子该环补了吧 maximal多不能收到 这床 вечern了 谢谢 针灵 如果您问 ederim 好消息啊 好消息 博总又接受 董事长的位子了 太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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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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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都还好吗 好 不好 这一年 让你们受苦了 我们老板回来了 有些人 不能再胡作非为了 大家一起努力 我们一定会冲出困局 渡过难关 再闯辉煌 好 好